泰国是一个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,民众中有95%约6400万是信奉佛教的,而这些佛教途中有93%的人又是南传佛教,即上座部佛教的信徒。 南传佛教在泰国的影响力那么大,它是怎么在泰国传播普及的呢? 今天我们来讲讲泰国的南传佛教。 佛教最早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传入东南亚。 当时,印度阿裕王派他的子女带领佛教僧团到斯里兰卡传教。 在那里,他得到了当地国王和民众的支持,并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佛教分支——南传佛教。 后来,斯里兰卡又将南传佛教传播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地区,包括缅甸、柬埔寨、老挝和泰国。 古代泰国的宗教受印度影响比较深,当时尊崇的是婆罗门教和大成佛教。 大家所熟知的斯面佛,其实就来自婆罗门教的梵天。 公元三世纪,这一时的泰国还是分散的许多小国。 位于梅宫河三角洲的湖南国正值鼎盛时期, 它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泰国的中南部地区, 同时把他国内盛行的婆罗门教和大成佛教也带到了泰国中南部。 缅甸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,蒲甘王朝,在公元十一世纪逐渐强大起来。 王朝不断地征服周边的土地,还向南,攻占了梦族的直通王国。 蒲甘王朝在军事上扩张的同时,文化上则推广佛教。 王朝的佛教,最初是以南方梦族地区传来的上座部佛教为主。 由于历代君主的加持,上座部佛教迅速发展。 蒲甘王朝不仅邀请梦族高僧到蒲甘传教, 还多次派遣僧侣到斯里兰卡学习佛法。 随着蒲甘王朝的势力延伸到泰国北部。 蒲甘上座部佛教也逐渐从泰北地区扩散到泰国中南部。 公元13世纪,泰族人在梅南河流域建立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——苏可泰王朝。 王朝建立之初,东北部地区仍然信仰吴歌王朝影响下的大乘佛教, 泰北和西部地区则信仰缅甸蒲甘王朝传来的上座部佛教。 而泰南地区受到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。 苏可泰王朝的第三个国王叫兰干亨,在他主政的时期国家很强大。 他喜欢南传佛教,觉得这个教派能帮他摆脱外国的影响。 1292年,他从斯里兰卡请来了南传佛教的经典巴黎三藏, 还邀请在洛昆的南传佛教高僧来苏可泰传教, 自己也组织了当地的僧团,南传佛教在这里火了起来。 苏可泰王朝逐渐废止了用梵文写的大乘经典, 改用巴黎文三藏经典。 第四个国王叫历泰。 1362年,他出家修行,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家的国王, 也给后来的国王和泰国男性树立了一个榜样。 第五个国王在位时,他规定每个男人都要出家一次, 不管多长时间。 这个规矩后来就成了泰国佛教徒的传统, 一直到现在都存在。 泰国人觉得这样做是孝顺父母,能给父母增加福气, 所以他们都支持儿子出家。 南传佛教的发展传播一直得到苏可泰统治阶层的支持, 当地的宗教信仰也从多种宗教派别并存, 变成单一的南传佛教。 这个时期,苏可泰王朝不再像以前那样, 完全被动接受外来的宗教, 而是统治者自己选择对宗教的信仰, 并通过改革促进南传佛教在当地的发展。 苏可泰王朝在公元14世纪被大成亡国, 也就是阿与陀耶王国所吞并。 尽管如此, 大成亡国的国王仍然信仰南传佛教, 并促进他的传播。 第一任国王拉玛帖菩提仪式悟通王派遣使者去斯里兰卡, 迎回大四派的僧人, 弘扬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。 带来洛加纳一世在位时, 王国又从斯里兰卡取回了巴黎经典。 国王自己也曾出家为僧八个月, 并把宫殿的一部分改建成佛塔。 拉玛帖菩提二世当政时, 将原来拉玛帖菩提仪式的皇宫, 改建成了拥有三座苏鲁坡的帕西山佩寺。 这三座苏鲁坡是他安葬他父亲和哥哥骨灰的地方, 国王也从此开始用佛塔来存放骨灰和举办葬礼。 十八世纪, 泰国出现了一个新王朝, 拉达纳哥新王朝, 它就是今天的曼谷王朝。 曼谷王朝的首任国王拉玛一世, 很重视僧团的管理和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。 自从大成王国被缅甸共榜王朝灭亡后, 很多的典籍被毁或流落各地, 僧侣们也不再遵循戒律。 他重新规范了僧侣的行为, 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戒律。 他还强调人们对佛陀前进, 放弃泰国的梵灵信仰和祖先崇拜。 国王支持巴黎文经典的翻译, 派人寻找散世的经文。 拉玛四世蒙古重视佛经, 他不喜欢民间信仰和迷信的东西, 认为只有通过阅读佛经才能获得智慧, 而不是通过打坐和苦修。 僧侣们被派到斯里兰卡取回很多巴黎文的佛经和著识, 然后将他们译成泰文, 让僧团学习和理解。 蒙古执政期泰国佛教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。 他发现一些僧侣不遵守戒律, 不传播正法, 于是发起了改革, 主张恪守佛陀的教法, 严格遵守戒律。 为了改变泰国佛教的现状, 他成立了法宗派, 主要吸引精英阶层的人。 相对法宗派而言, 大宗派的戒律比较宽松, 走路可以穿鞋, 身上可以有金钱。 此外, 大宗派和法宗派在念经的声调, 职责等方面也有所不同。 法宗派则特别强调, 严格遵守佛教教义, 排除民间宗教和迷信成分, 要求僧侣每天只吃一顿饭, 且必须是化缘得来。 改革目的在于提升僧侣的戒律水平, 维持佛教的纯正性。 法宗派的核心是巴翁僧王寺。 蒙古是巴翁僧王寺的第一位主持, 他出家27年, 期间建立法宗派。 法宗派后来成为和泰国王权密切相关的教派, 和传统的大宗派并立为泰国两大宗派, 巴翁僧王寺是泰国法宗派的发源地。 这个寺院一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力。 1932年, 泰国从君主专制变成了宪政国家, 这也影响了僧团的管理方式。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, 1941年, 泰国政府通过了一部新的僧解法, 建立了僧侣的最高领导机构, 僧解理事会。 僧解理事会由不超过45名成员组成, 成员都是高级别僧侣。 这部法律让僧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。 僧团领袖称僧王, 由国王任命。 在宪政时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, 使拉玛巴士在位期间将巴黎文经典全部翻译成泰语。 实行僧解法后, 泰国佛教两个主要的派别, 大宗派和法宗派之间经常发生争论和冲突, 主要是围绕着僧团的管理和戒律的问题。 1962年, 泰国政府为了调和僧团内部的纷争, 加强僧王的权力, 开始实行新的僧解法, 增强国家对僧团的控制。 新法设立大长老汇, 作为僧王的顾问机构。 另外, 他加强国家对僧企的控制, 认为僧团应该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管理, 并且可以由政府解散。 这个法律也让僧吕参加了一些社会发展和教育的工作, 让僧吕在现代社会中扮演更大的角色。 一些僧吕在大学接受了不同专业的学习, 并且到农村去协助当地人提升生活质量和传播服务。 但是, 有些学者认为, 这些工作并没有真正弘扬佛教的精神和理论。 21世纪以来, 受到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和影响, 泰国南传佛教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。 一方面, 有些佛教徒尝试将佛教与科学、哲学、心理学等领域相融合, 形成立种称为佛教现代主义的思潮。 这种思潮强调将佛教看作一种理性、实用、普遍、非宗教的人生哲学, 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问题。 另一方面, 有些佛教徒尝试恢复佛陀最初的教法和精神, 形成立种称为内观禅修的运动。 这种运动强调通过观察自身的身心现象, 培养正念、智慧、慈悲等品德, 并体验佛教的真理和解脱。 这种运动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人士, 尤其是西方的佛教徒参加其禅修课程和活动, 从而提高了佛教的国际交流和影响力。 同时,泰国南传佛教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问题, 如佛教的商业化、 僧侣的道德败坏、 佛教的社会责任等。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, 泰国南传佛教也做出了一些改革和创新的努力, 如推动佛教的社会参与, 提高僧侣的教育水平, 促进佛教的性别平等等。 泰国的佛教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, 从蒲甘王朝时期的多元化, 到苏可泰王朝时期的南传佛教的确立, 再到大成王朝和曼谷王朝时期的改革和创新, 最后到现代时期的变化和发展。 泰国南传佛教不仅是泰国人民的信仰, 也是泰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它深入了泰国的政治、 社会、 艺术、 教育等各个方面。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,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泰国佛教的知识,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如果你对泰国的南传佛教有什么看法,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